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威乐斌 妈妈 收马桶 加油 叔叔 莲姊姊 阿姨 好打击 自尊 这个门关了 我真的很害怕 心里还是悬着一块石头 我明天死在这里怎么办 真的好想删自己一巴掌 我真的非常迷茫 机会放在我面前的话 我是不敢问的 哎呦 妈妈 太小了 为什么我变好了 他们都不担心我 严同 要去哪 严同 严同 我求你 这求你 我求你了 我没办法下去 我没办法堆下去了 这求你 我求你了 如果有一天 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 回头扶我一巴 如果有一天 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 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 妈妈梦中的惊喜 如果那是一个 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 当作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它酣睡 不再彷徨 变形迹 第一份 第一份 来自原山深处的力量 带着要为妈妈出一份力的美好约定 三位少年向着大山进发来 小伙 我来了 全都是钱 三个变形少年 挖成了百万多 这里好多 都是我的了 都是我的了 这里好像没有了 怎么都是断的 这种就好如雨啊 这个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就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得不耽误它 背的东西 明明被那一箩筐全部掉了 我现在想 我现在想死 我现在 特别危险 我真的不想再上去了 我感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真的快要疯掉了 满星以为会顺利挖成百万富翁的他们 拼尽全力后 却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明天该何去何从 三个人陷入了僵局 不要再说坚持 不要说坚持 你挖墙火也是靠你的双手 你去打工也是靠你的双手 我们花了百分之一百的精力 收获的却是百分之一 对 我感觉我们不能再傻了 你这个是不可能丢脸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修马桶 你有哪种目的都是修马桶 对啊 你放弃这个 你换种目的修马桶 你有没有拿别人的修马桶 你为什么丢脸 我觉得好自豪 我觉得我不丢脸 现在我们三个时间决定一下 要留在这里还是去县城打工 县城打工啊 我的意见就是这么 那就这么定了 前面为什么要说的那么难 什么都不要讲了 反正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把马桶的钱拖过 下面一次工作再困难我们的精力 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给妈妈修马桶 为了给妈妈修马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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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杨童说服了大家 才能决定进程寻找打工机会 我们都在大路上 一起放花都将要 保住心灵的多年 好 这么多香火 好 这里加点 十多块钱一匹 好 我们换一下位置 好 我们换一下位置 好 我们换一下位置 好 我的其实不能做到 我给你二十块钱一匹 二十块 好 再看一看 有点有点 有点有点 就是说 是不是说枪火 要是 要是吗 要是 经过反复的询问和比价 少年们最终选定了买家 25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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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谢谢叔叔 所有枪火总共卖了七十元 三人评分之后 算是各自拥有了第一笔收入 等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去商场看一下马桶多少钱好不好 就是 老板 有马桶卖吗 这个多少钱呢 四百多 四百好多 四百五 四百五 四百块钱给不给啊 我明天再过来买 好 那个马桶的话 我感觉三百五都可以拿到 看看好声讲一下 那修墙的话 一百 一百块钱顶天了 就四百五 四百五的话 再修个什么抽水的啊 什么什么的 五十块钱的 就五百 六百块钱 一人赚两百 分开 现在分吧 怀揣着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 三个少年即将在这个陌生的县城里 开启未知的人生第一次 每人两百元的目标 他们会在一天之内顺利达成吗 我们就打一天都不行啊 找店来吗 这个店在哪里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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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这里的老板吗 我就是打一天的工 家里的妈妈需要点钱 需要两百块钱 我是叫你看你一天 做什么都可以 洗碗 洗碗什么都可以 经历了多番拒绝 阿德终于得到了一份 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 人生第一次 你好 这是烂肉粉丝 有种那种小小的成就感 我就觉得我还是有点用的 我叫你干啥 慢慢搬一下 酸你把白肉 酸你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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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但是是紧张嘛 哎呀 吃了没文化的亏 阿德被迫 从点菜小哥 降级为懒客门童 招懒提播客人 就是我的家 阿德 阿德终于有了七身之地 而陈子韵 还一直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走 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处于一种迷茫期 我真的非常迷茫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确实不怕很多东西 但是我真的怕两样东西 一个是孤独 还有一个就是拒绝 所以我有机会放在我面前 他不主动跟我答话 我是不敢问的 比起陈子韵的犹豫 杨童对于赚钱大业 一开始便有了清晰的思路 我去买工艺品 走吧 老板这个多少钱啊 五块钱 五块钱吗 买两颗红啊 我买一个同学好不好 姐姐 有说有说 就是说我来这个地方是 就是赚钱给我一个产机妈妈 就是我买了两个工艺品就是 多两块钱卖给你好不好 七块钱一个 可以不可以 七块钱一个 七块钱一个 你给二十 你可以二十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人生中第二种金 他就直接给我二十 还不让我找 你十分钟赚二十 这钱你赚的没有亏助吗 有啊 生活就是这么艰难 你不好意思你就没饭吃 这钱真的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 卖这个东西给我农村的妈妈 修多少钱 修马桶 这个呢 这个二十 一定 我没有钱找 没有钱找 你不找他 不用找 不用找 大叔给你慢慢了好不好 好 谢谢叔叔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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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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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到了甜头的杨童 对创业之路 又有了新的规划 老板 我没有看到这个好不好 我在这里进 就是进点货 拿在路上去卖 就可以 你意思是怎么说 你说 你的意思是 你要先拿去卖 再给你 我会给你整理 我之类的 好不好 谢谢你 聪明的杨童 想到了奢账的方式 做五本生意 念在杨童出于孝心 好心的老板欣然答应 这个的话是卖多少钱的 这些呢 45 这些25 我可以卖30 谢谢老板 谢谢你 正当杨童 准备大战拳脚之际 陈子运 却还是一筹莫展 经过杨童的提醒 他决定去附近的专场寻找机会 我现在心里还是选择一块石头 我真的很害怕 你继续 我就是 这边的妈她是残疾的 但是 她可能什么上厕所什么不方便 我们想 就用 反正帮她就是 买一个马桶 第四车打工 对我想在这里打工 哇 这个铁子 上转就可以了 对就搬上这个车就行了 装复一匹 嗯好好好 谢谢 嗯 好的 我真的我干其他的我真的不擅长 我觉得 我可能比较擅长的 也就是体能比他们强一点 所以 我打算这次用自己行动 证明一下下 我也是可以的 厉害了亲人和朋友 好 嗯 哈哈 哦 二 一 二 二 初战到节 又顺利解决货源的杨红 似乎觉得 前缘目标也尽在直取 我觉得这样是很赚钱的 我一个卖三十 如果遇到两个好心的 一下子拿一千给我 我就去住酒店 我一个人就买一个 六百多个马桶 其他两个就 就留着自己回家用 阿姨 你就是 我跟你说一个事 你看我买了点装饰品 你如果喜欢 你买也好吗 可以吗 等一下吧 我先上脚东西放在这下来 好 不想给他 他觉得我是骗子 走吧走吧走吧 有点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你可以 就是喜欢的话 你就买一个 就做一个小盛事好不好 这个是这个木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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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感觉我是骗子一样 觉得好难 我回去要好好读书了 只怪我没有好好地读书 多读书 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了 这个吗 这个吗 二十五 你觉得多少钱 十块 就二十块钱好吗 二十块钱好吗 十块 十块不行 十块不行 叔叔 叔叔打扰你一点时间好吗 忙着呗 忙啊 谢谢 谢谢 不理我 这也不理我 阿姨 阿姨 我跟你说 不要 不要吗 我还一句话都没说 不要 好打击至尊啊 这个买的 好打击至尊啊 原来我花钱就是 觉得我爸妈的钱真的来好容易 现在就觉得自己试了一下 就是好 好难 真的好难 转钱谈何容易 杨童连续遭遇花铁炉 而阿德却迎来了示意的新局面 老板吃饭吗 带妈特色菜 老板吃饭吗 带妈特色菜 买了吃饭吗 不要了吃饭 带妈特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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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吃吗 哪里 你看一下嘛 不是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 你过去了 边吃边聊好不好 边吃边聊 那 可以 又不贵 OK 好吧 反正你们也来这里旅游 都是特色菜 很多特色菜 又不贵 去哪里 那里拐弯 可以 走走 我带你们去 好 难得拉一个客人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就是那种 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开心 就是心里好兴奋那种 一二三四 四个菜一个汤 要饭吗 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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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丹巴特色菜 老板吃饭吗 丹巴特色菜 一定要来哦 很好吃的 老板吃了饭吗 享受到成功喜悦的阿德 开始越战越勇 陈子韵也充分发扬自己的优势 埋头苦干 又是九块钱 又九毛钱 这时候消耗起来 也许曾经的陈子韵 习惯用逃避摧毁家人的期待 用借口推翻朋友的信任 而现在的他 正倾尽全力 用一块块砖 重建了责任的信念 用一滴滴汗水 抵挡了曾经的力气 做生意你要抛弃你自己的脸 你要厚着脸皮的去找别人 因为做生意不可能别人来找你 好不好 我现在开始不要脸 微笑吧 就算不断失败 站起来 再重来 把脆弱推开 全部跑了怎么玩 好丁 不弱 咱姐姐 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 我跟你说一下 我这边就是农村的妈妈 她是没有那个双脚的 就是一个长鸡的 就这 你看你们喜欢吗 你买一个吗 她买一个 你只要唱一首歌 它就美 唱首歌吗 天金色等眼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倒霞 云开乐结局 青花是自古自美妮 有你眼的笑意 挺好的 来 姐姐买一个 谢谢咯 谢谢 来吧 加油 叔叔 他有那点时间好吗 我买了一点那种小的装饰品 你看你们喜欢吗 买一个买一个小的 这个35 我这个这个数字 那我买一个 你可以给我合照吗 可以啊 行了 我去做美这两个吧 嗯 可以 好吧 便宜一点 35加35 35加35.80 80 哈哈哈 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谢谢叔叔 30块钱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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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好些人其实很多 不要抱怨那些 不买你东西的那些人 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还是很感谢这些人 200 300 400 400 40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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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想干什么了 最想睡觉 要找我 现在我要去找我 我一个人睡这么大的广场 会不会被狼咬死 我一个人睡这么大的广场 会被狼咬死 我就可以活过来 我怀疑我晚上要被抢 我怀疑我晚上要被抢 我走了 十几天没吃吗 没吃肉 起码十几天 好久没有 就这么多人围在一起吃饭了 现在真的很希望就是我们一家人围 围在一起 真的就是在家里吃一顿饭 离家在外 才感受到团聚的珍贵 渴望和家人吃上一顿饭 成为了陈子韵此时最大的愿望 看到小伙子一天下来用心的忙碌 餐馆老板准备 晚上好好犒劳夏阿德 有点辣 你多大几年 十六岁 十六岁 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 在读书吗 一年两年基本上都没研发一次 有一次是两年多 但是他成绩考试 他考中学的时候考了六百万 这真的是 你儿子比我好多了 有的东西的话 有的事情的话 都是考到自己 生活条件 家庭条件 可能比我们家庭条件好多 就是感觉很累 就是没有目标的那种 对生活就是什么都是很迷茫的那种 就是做什么就是做不好 人生当中最大的错误 唯一的错误就是你现在游泳 必须多数字 如果你没有文化 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行 真的是比我好多了 真的是不知道这几年是迷迷茫茫 都是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真是好想删自己一巴掌 相似的境遇 不同的成长 阿德开始领悟到 再也没有理由去一味地怨怪父母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浑浑噩噩 成长的方向 要靠自己牢牢把握 觉得自己真的不该这样迷茫下去了 真的是得有个目标 我想从头开始 明天把头发给理了 从头开始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 睡觉了 太爽了 晚上会被狗咬死 就是 这里是不是广场吧 你准备这儿坐 嗯 我一个人这么做 足球躲得很冷空的 我帮你带出去嘛 要钱嘛 二十块钱的都有 现在我不敢乱花钱了 有可能花出去就没有了 你走我们家去 嗯 你走我们家去 嗯 你走我们家去 你走我们家去 你们家多远啊 你躲得 有点辛苦 还没处 谢谢 谢谢你们 准处 准备露宿街头的杨童 幸运的被好心路人 领回了家 你可以在这儿坐 谢谢你 哇 脚就是这个样子 黑成狗了 几百年没洗了 我再数一下 我今天穿得多 多少钱 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我今天赚了多少你猜 比城市里面的白女赚了很多 八百二十 谢谢 谢谢好一些人 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赚那么多好不好 也是要自己的能力 也是要嘴巴 也是要会说 要别人信服你 谢谢你们 过的那一次 耶 晚安怎么说 过的那一次 过的那一次 哇 我要做梦了 明天你们会来叫我吗 会吧 怎么了 不来叫我 我死在这里怎么办 会来的 不行 不来算了 这一夜 一地他乡 风餐落宿 却没能阻挡三个少年睡得香甜 第一次临辞分担 五回复出 他们用心动解读爱的真言 或许 习惯在爱的世界里任性的少年们 这一刻 开始体会到 付出远比索取来的幸福 老板你吃饭吗 再把这个都带 原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电话 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我现在觉得真的 人生是一个旅行 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多知多才的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intervene 佐玛呢 头脉呢 昨晚的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对我的宽容 让我更加想回到课堂努力学习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希望能代表我的心意 小胖 球冰鞋 谢谢你陪我练双 送我小企鹅 你是我最真挚的朋友 勿问我 加油 竹马 早点就早点告诉他名字了 过话以后见到他 他是不出来怎么搞的 太小胖了 你的脑竹真的很好 希望你加油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 灰心加油 知心大于竹竹马 城市的生活给竹马带来了无限的压力 可这个可爱姑娘并没有放弃 她在努力蜕变 更信心记住每一个帮助她蜕变的人 每一张卡片都承载着竹马的感激 每一个笑容也满视同学们 对竹马最真诚的祝福 竹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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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行ák 竹马加油 竹马 如果鱼 跟你� Johns 马太基 冲 謝謝老闆 太感謝了 好好好 爸媽 我賺到錢了 真的謝謝了 拜拜 剛剛這樣別客氣 Yes 手都在抖 我不敢相信 我更加不敢相信 一塊三頭是一腳五 我是一腳一腳拼過來的 要好好煮食我回去 好的好的 謝謝哥哥 要曉得這個真切不容易 我覺得我這次做的真的很棒 哥哥 真的你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再見 謝謝你們 拜拜 短短一天 超和完成任務的三個小夥伴 除了買到馬桶 還精心被山裡的媽媽 採購了各種生活故事 三十算 我穿起感覺有點像 大牌的感覺 就這件來 我覺得這件好看 很難的 我怕不怕 我怕不怕 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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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點難打得要 我怕 用點命 我就怎麼算出 他那個死亡上 你一定要這樣 對 沒有 我殺給你 沒事 快點 你不要停 什麼呀 不告訴你 可以說 有不告訴你 遊戲機 我玩不來 瘦了呀 瘦了 我是不是變黑了 我瘦了 啊 哪裡去了呀 你們 我們去享福了 享福了 嘴巴都乾了 還享福了呀 生氣 那是什麼 不跟你講 就不告訴你 媽媽 這裡 立著 就在這個位置 立著 你起來 好 你們買那個給 給我買的 給你買的 當然給你買 不是給你買給誰買的 對啊 我笑一下 現在又那個給 真的嗎 沒事 買的是 小魚子 小 小 快小 快小一個 刮瓦子 你是不是 刮瓦子 走吧 出去 我們走 不翻 終於做到一個有意義的 終於做了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這麼多天 非常爽 我們目標完成了 對 好開心的感覺 自己真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我給你買的 哎呀 你給我買衣服來 是不是很 很 很 很吵 這個是 誰叫你們買的呀 我們自己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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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哪來那麼多錢呀 我們自己賺的 顏色挺好的 謝謝 媽媽沒有想到 離家三天的孩子們 會帶回來一份 如此沉甸甸的驚喜 一年以來 媽媽無數次 因為悲痛而哭泣 而此刻 她眼中閃爍的 卻是幸福的淚光 就當孩子們和珊妮媽媽的感情 日漸深厚之時 他們卻不曾感覺 離別的腳步 也越來越近了 激動啊 快見到兒子了 那種心情 特別的激動 特別嚇 為了能讓淚巴淚媽 親眼看到兒子的變化 我們把淚巴淚媽 警告了工作間 現在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困難 不知道你現在已經大陸樓上 真的感到挺幸福的 長大了 真是嗎 好 而此刻的阿德 也全然不知 爸爸媽媽 已經來到了自己身邊 香飄飄 頭髮也多 剃掉精神 精神多了 她以前很在意她的頭髮 她很愛形象 她很多心情話在你們面前 並沒有說出來 她們以前跟我怎麼講 哇 我都懷疑我自己抱錯孩子了一樣 她說我感覺我不是她生的一樣 如果她真的是關心我的話 為什麼以前 天天晚上出去不管我 離我一個人在家 像個留守兒童一樣 我每次 朋友 有朋友來我家玩 我問什麼 問你 你父母怎麼不在啊 你爸媽呢 我都是覺得很丟人 你知道嗎 從未如此真實地面對 兒子的內心心法 這些話 一句一句 刺痛了媽媽的心 趁阿德離開廚房的間隙 林爸林媽悄悄下樓 準備給舊別的兒子 一個驚喜 好 沒事 坐啊 雪中婦啊 婦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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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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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记得有多久 孩子没有给父母一个微笑 不记得有多久 父母没有和孩子这样深深拥抱 曾经习惯的冷漠 蜕变成久违的温暖 曾经强硬的武装 都被柔软地卸下 这一瞬间 只有亲人间嘴出最深的依恋 早接死了 妈妈以后一定好好喝 这算妈妈的道歉吗 来 来 我一会讲 这个是 这个是紧 这真的要走吗 这个是总统是吧 这个是总统是吧 是吧 是真的要走吗 真的得走了 是不是有个纪念啊 哈喽 开心一下 你们是真的要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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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直接去机场 妈妈 妈妈 因为我点这东西 你要替她回家 妈妈最希望的 你听话就是了 希望我的长大 替她妈妈 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兄弟 终于有人来陪我 谢谢 谢谢 成长路上 与你们相遇 谢谢 一同经历的所有时光 有过裂痕 有过伤疤 老子给你好多钱了 但是时间终将带走一切 没有淡不了的疤 没有好不了的伤 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今天挥手告别 但明天我们一定会微笑再见 阿德又这样走了 心里好难受 所以子缘 就是 就是有一些 就是真心话想跟你说 这是真心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为什么 我和你中的会议一起打你吗 就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 有点喜欢吹牛啊 炫耀啊 或者两面三刀啊 就是那种 就假如我在你面前 我就说 另外一个人都不好 或在别人面前说 另外一个人都不好 其实这样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刚过来前面 你知道我想干嘛吗 嗯 我真的就是 我知道 想在这 这三个人当中 建立一种威严 只要逃我一个人 然后再诋毁 就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说老实的话 就是我和你 还有他 我们三个来这里变形 就是一种缘分 我们三个 真的怎么说呢 就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地方 就在一起 就是兄弟 就是同欢男的那种兄弟 我真感觉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感觉我这几天就虚度 然后还拖着你们两个的后腿 我没有没有 我是现在没有这么想 因为我真的说实话 就是你最开始那种状态 和你现在这个状态 真的是一个字的飞跃 你现在真的变了 因为你现在 至少你懂得了就是 有担当嘛 就是你自己 我们都是去打工 你是打最终的工 还去真正的 去搬了一千多块钱 说实话 我还是蛮佩服你的 天也就是 走在哪里装 装没装到哪 到后面我也不说 什么改变什么的 反正我只觉得我意识到 你如果改变了 我是跟他们这样说的 要是陈志云 如果把这些话 也习惯改变了 我是愿意跟他交朋友的 只要你用真心 我绝对是用真心的 真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改变了 我看见了 所以说我才愿意 和你说这些话 猪马一直梦想着 走进真正的大学校园 得知她的愿望后 家教老师决定 帮她达成心愿 这个是横花 这是什么花 这就是荧花 看我大的树 这不结束 学校很大 很漂亮 而且那里的学生 很有礼貌 来到从未走进过的 大阶梯教室 哥哥姐姐都热心 分享着自己 关于大学的记忆 我最想的大学 就是进大学图书馆 就泡在里面 再也不要出来 比较简单 而且我觉得我过得很快乐 一句话总结一下 就是跟一个更高的平台 看待世界 希望能够在这样 好的学校里上学 希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想象中的大学梦 是这样的 有一个大大的操场 还有个绿音音的长廊 还要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 让我能够读到 这世界上我没有读到过的书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得到我同学的欢声笑语 最主要的是 想要有一个很大的舞蹈室 让我能够在那里翩翩起舞 祝福你 琢磨 祝福你 几个坚强的女孩 愿未来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在大学校园 遇见你 我去琢磨 我愿回到武汉 回到武当 离开武汉前 琢磨拜托我们 帮她转交一封信 给爸爸妈妈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女孩 太多感谢的话 我不知如何开口 自从家里经历这些事情以来 我一直一遍又一遍地以为 我是被命运所抛弃的那个孩子 直到让我遇见你们 哦 琢磨 琢磨这句话欢迎你 欢迎你回到我们家 谢谢妈妈 许给我了一个公主梦 从来没有穿过裙子的我 让我一下子拥有了那么多漂亮的裙子 爸爸 我还记得当我说要你陪我坐过上车的时候 你害怕的表情 但你还是握着我的手 坐在了我身边 父爱是为他的 他感动了我 终有一天他将会感动子孕 爸爸妈妈 你们说 我圆了你们的一个女儿梦 其实你们也重新给了我一个温馨快乐的家 我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回到武汉 回到你们身边 做你们一辈子的女儿 爱你们的女儿多吗 她一定会坐下来 妈咪 妈咪 走 我们俩回家 我又不走了 陈子韵和杨童 一概阻止兄弟离别的失落 有说有笑的下山见柴 而此时 陈子韵的爸爸妈妈 已经来到了丹巴 这很硬 真的有生命弄柴 昨天晚上一直在做梦 梦到我们会是怎么样的见面 梦了很多种版本 我发现距离越近 越想去 你还能去看到 那种着急 那种坐立不安 那种想念 是没有办法 勇言语 但是那下午的几个小时 我感觉就像一年 好漫长 好 我的大女 看看 好 我那么赢 好 好 好 兄弟 你永远来了 惊喜的泪水 瞬间融化了陈子韵 冰封依旧的冷漠 直到的拥抱 迅速拉近了久违的血脉亲情 这一刻 父母不再是陈子韵 想要挣脱的智库 这一刻 儿子终于成为父母 最暖心的宝贝 会打着来 会打着来 就说身边所有的人 都是爱他的 但是儿子没有看见 你看他走路这个样子 你根本没法想像 现在像这么坏 现在成为了 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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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孩子们勇敢吧 外面风吹雨打 抚我对你的期盼 其实很简单 孩子们勇敢吧 别为我们牵挂 平平洋地啊 才是幸福的家 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们今天会过来 想到了吗 妈妈过 想到了 你呢 妈 不搞了 搞个鬼 是哪 眼看着小伙伴的父母 陆续到来 自己却迟迟 等不来爸爸妈妈 杨童开始失望难耐 先放下来吧 然后一起 一起在这里吃顿饭 我来做 哇 还可以吹得起来火 有救 哇 烦了 今天火好啊 给面子 烦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打自己一下 看是不是做梦 再美的梦 也没有这个美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人家不是往哪里走 都不知道往哪里走 你去带我去洗衣服 不用不用会洗 都洗菜洗东西这个最近都是我来的 你去洗衣服 你去洗衣服 别人都忘了我都来了 哎呀 我去 搞得我现在像不宇 对呀 搞得走 我去 人家你这样想去 你这样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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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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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就其他两个他爸妈妈全部来了 就那种团圆的那种感觉 我就在边边看 我就感觉我也很多余的一样 我就感觉我这样没人压我一样 我以为我妈和我爸是第一个来接我的 结果现在我 结果是他们两个爸爸妈妈来了 我的爸爸妈妈反而没有来 哪里有那种世界上不爱自己孩子的 但是现在我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变好了 他们都不来见我 真的看着就是看着 去骑那两个妈妈妈妈 就会搂着他笑 搂着他哭 这那种智慧真的好难受 我怎么做都放弃我 我变坏了 也是放弃我 不管我 我现在变好一点了 他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没意思 哭都不想哭 如果他们都不来接我 我就一直留在这里 因为这里至少还有一个喜欢我的 还有个爱我的妈妈 我变好多不存在 我变好多不存在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你哪里没去啊 哪里没去啊 怎么了妈 怎么了呀 怎么了呀 怎么了 给妈妈说说 那我就在你这里住好不好 如果我向你的爸爸妈妈的话 我也会把座马丢在一边 我去忙我的室友的 因为我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好的生活环境 这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我这个妈妈没有本事 一天只能用陪伴来给她爱 金钱上没有 没办法给她 这是我 这是我跟你喜欢 不是 我跟你喜欢陪伴 给我的爱 不死我 我觉得对方就是一个人在家 别人就把妈妈跟她撑腰 我一个人就吃 我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 在杨童的心中 最渴望得到的 从来不是物质上的满足 做她的儿子 好难哦 真的好难哦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只不过希望 拥有家人陪伴带来的温暖 然而 羊爸羊妈 又真的懂得吗 一大早 杨童便独自上山检柴 他不会想到 一个大大的惊喜 正等着自己 由于工厂正值生产旺季 杨童父母 延后了到达丹巴的时间 你觉得儿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很期待啊 很期待看看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晒黑 没有点 应该有点瘦了 我平时不进菜市场的 知道儿子最喜欢吃的 就是妈妈的饭菜 杨妈妈决定 带着新鲜的食材 去山上给杨童做炖饭 给杨童做几菜啊 做个四五个菜吧 弄个排骨嘛 炒个辣子鸡嘛 踢不去啦 才走两步路 这地方 这个我还真的得味 踢着大包小包上山 杨爸杨妈来不及休息 便借了邻居家的厨房 开始张罗起了给杨童的晚饭 这以后平时要夹长断的 有一段时间有点忙 都没跟他做 我看你好像 整个西菜桌菜的锅 有点紧张一样 有点混乱 怕他搞汪了汪汪的味道嘛 准备好饭菜 杨爸杨妈等待着杨童的窥来 他们第一次看到了 杨童变形期间的视频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心声 其实我妈也非常地缩响 他也需要人保护 现在我就知道错了 我就只能 如果我妈真的要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 好像一个畜生一样 我就想对我妈说对不起 其实我爸爸也很喜欢我 也很爱慕 只是他不表达出来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男人 我现在觉得我爸爸 只有我一个儿子 如果我也不对他们好 我就觉得谁对他们好 我应该该成熟了 不要像原来那样 就像一个小孩呀 还要他们来保护 我就觉得现在 应该是我 我来保护他们 儿子的会晤是羊爸羊妈 始料未及的 曾经彼此的伤害 如今化为痛彻的领悟 一顿旧为的晚餐 会是羊童与父母新的开始吗 好奇怪 哇 哇靠 这种饭餐 爽 陈水妈呢 还有辣植鸡 还有辣植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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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妈妈 妈妈想你 妈妈 妈妈一直都很在乎你了 虽然很想但是太久没见了 一突然见面感觉有点生疏那种感觉 因为我一直以为他们不来 然后突然来了 就心里面好高兴 但是嘴巴还有什么又说不出话来 就目不在哪里了 就会觉得尴尬 嗯 对不起 来给你道歉 再吃饭 吃饭 妈 吃饭 我爸爸来了 你来了 我家很熟 要感谢你啊 感谢我吗 没有没有 她挺懂事的 她来了一直在照顾我 我没有照顾她 我家很穷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但是你给她爱 吃饭 吃饭 没有陪伴她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她的心情 现在 通过这个经历之后 我自己 我跟杨童道个歉 希望你原谅我 爸 儿子对不起 希望你原谅我 嗯 爸爸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心里面 一直觉得我们 那朝我们得 她其实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她会理解 我来吃饭 这种感觉很僵硬 没什么表情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来太晚了吗 我来吃饭 嗯 我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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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 还是沉默 谁也没有料到 这场期待了太久的 见面 却如此尴尬 也许 长久以来的生疏 并不是一顿晚饭 就可以化解的 杨童与父母的隔阂 如何才能破除 我们不得而知 小子 小子妈 我也不知道 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跟妈妈说不来 哪里都不对 你要理解他们 他不想你捣钱了吗 不接受吗 来 我不知道哪里要回去 还是不回去 晚饭之后 妈妈们提前下山 把更多的独处机会 留给两对父子 你睡吧 安心睡啊 今天是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被人得反过来 看 现在有点像在拍爸爸去哪儿 真的 人生真有趣 你是不是在罗岛前面 就不断地说 爸爸爱讲道理 特别让我疯 道理确实多好吧 多啊 不是一般的多 哎呀 我也在改啊 这 我现在很好奇 彤彤跟他爸爸怎么讲 我觉得他们 杨童与父母还发现很奇怪吗 你没觉得他 是啊 今天一直不说话 因为 爸爸不可能来他这么想 好 知道你的头发都没削哦 知道你的骨子 阿哥 阿哥的骨子也没干过 今天我们做饭的事 你还是不高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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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不要哭 我們又不是不回來了 爸爸媽媽他們一定要陪你的 他們會陪你的你腳踢他們的花 他們的火候給你 媽媽也要回來 這個就是媽媽的嘱咐你們兩個就把媽媽的嘱咐 你不要哭 又不是不見了 謝謝你了 抓過來抓媽媽這個 別哭了 我很高興有抓媽媽這個女兒 你們回去吧 多背背她 請你們多背背她 多背背她 不要把她淋我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請來回來 謝謝 你把我整理了 就是拉不下 就不能放下 媽 媽媽 我拿給你跟我們的嘱咐 媽媽你也俎回來了 什麼俎回來了嗎 為什麼不用牙 我這是拿給你們用的 媽媽的心意 謝謝媽媽 媽媽不要哭了 你應該高興有點吧 我們三個兒子 然後我們又要回來 我高興哭不哭 你看我都不哭 我都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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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這次媽媽 身上學會得好高 在以前的地方 學不到的東西 學不到的東西 四川有走山 山上有走面 不要你一個走著 你的老媽媽 謝謝媽媽 深夜裡熱騰騰的麵條 謝謝媽媽 受傷時暖融融的藥膏 謝謝媽媽 哭泣時最緊實地擁抱 我都覺得非常好 就是一個好媽媽 舒服不舒服 舒服也好 你多吃一點 你忘記能吃了 我們下兩杯 媽媽的頭髮都去截 媽媽是由腿來做 我就是媽媽的小女孩 我最親愛的媽媽 您永遠是我們的開心果 兒子願意做您 永遠的小棉袄 我愛媽媽 哈哈 為了打破父子間的尷尬 藍木族設置一趟 父子的專屬旅行 希望打開內堵 他們父子間的新墻 在風景如畫的丹巴島嶺 父子倆將要進行兩天一夜的野外體驗 這是一場刺激的女生 粉紅色 生命的顏色 越挑戰越好 拍兒子 我們還要研究小孩子 這看起來真的沒這麼容易 我們把這個形容出來 怎麼搞 快點來搞 這牛馬 晚上馬來吃我怎麼辦 晚上馬來吃我怎麼辦 那邊嗎 我們走哪邊嗎 我們走哪邊嗎 這個兩個人怕打不起來 爸爸爸爸 我們去哪裡呀 有我在中間不怕也不怕 寶貝寶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看日書 一生一生 菜粑 大愛 湯宋哥 水有來沒有 土豆啊 快點搞 搞兩個土豆 那是三個 你不這個 你來點嗎 這奧原會的點火一次 這 什麼 К中間 你筒子都打好了 放上去吧 现在又手足带土了 太好玩了 不是好玩了 生活很艰辛 跟原始差不多 火前也没有 烤土豆烤熟了就行了 这个火有点小了 童哥 看一看想想办法 童哥 让土豆在洞里面睡觉 等一下再给你先被子 我不瞒你说 我从来就知道我是个最笨的人 但是爸爸这一生都在学习 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笨 现在就安静一会儿 一般的土豆烤熟要多长时间 烤土豆就是 调调火 蛮有意思的 你摸摸看这个有多烫 还蛮烫的 今天还是有信心的 这个就叫马铃薯吗 土豆跟马铃薯又相不一样 相不一样 相不一样 土豆应该是到中国来叫土豆 马铃薯是净苦的 应该差不多了我估计 好大一点 怎么搞得又洗了 怎么回事 一直都是他在忙 然后我一直在做 首先要请儿子吃饱 儿子吃饱了 我们心里面才高兴 喝糖 好香 剥开看看这个应该可以吃了 非常感谢 我学会了一门技术技术 我跟我爸从小到大 没有一次这样相处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种体验挺好的 你现在对我还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什么 我们吃不了了 以前就是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尴尬 说两句话就完了 现在就是比原来相处的好一点 考虑好吃哦 我心里面很享受就是 背我老爸就是照顾那种感觉 非常好 还是有点温暖的那种感觉 皮皮不吃了就夹了 最好吃的就是皮 烤的这种皮是最有的 就是干净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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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瞧啊 这父子关系肯定就是越来越好 哈哈哈哈哈哈 明天还有更多更好玩的等着我们去 发掘 昨天晚上高业粉业 一直老在腿 你怎么睡觉 那个小肚子吃了 人一宅一宅 他在干嘛 做妆断的 我把他当成个豆皮擦 妈妈 妈妈 女朋友给我们这个包子还是什么的 给我们 给我们 谢谢叔叔 我感动死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两个人啊 叔叔 可以给我一个馒头吗 馒头还有吗 有吗 有吗 必要 冰子 可以吗 冰子 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个够不够 好 叔叔我把这个拿回去 给我爸爸喝了之后 给你拿过来 好 谢谢叔叔 没事没事 来 过来 你看他那奔跑的速度 有点炫酷 我不喝水 这水是吧 嗯 吃两个 最多两个 喜欢你 我真没本事 吃东西都要让你去找 我觉得我心里面 当时是非常感动 欣慰 感觉也很高兴 但是也很痛苦 我觉得我原来 陪他少了 对不起他的这种 内疚啊 一下就 好像感觉心里面 就涌出来了 很对不起我儿子 就是感觉 我欠我儿子太多了 谁家是养马的 那两个人都做多少马 你做马 我跟你签马 你做马 我给你签马 很累啊 嗯 马也累 我也累 只有你 哈哈 哇 这个路怎么居然那么险 我以为骑上马就像草原那种 噔噔噔噔 那种飞驰那种感觉 结果骑上马 阿尔马不跑 那就很简单的那种爬 而且还一路上颠簸 所以说我老爸给我签了马 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你找得住不 有一点恼火 但是马特辛苦 我还可以坚持 看他有高原反应 头有点昏 然后就怕他有问题 然后就让他起 我反正是小孩嘛 走得动 感觉儿子好多 那种事 当时我心里面眼泪都掉下来 岁月丰满了少年的羽翼 而父母却在一天天老去 时间轻易走得慢一些 让我们来得及珍藏彼此依靠的时光 为了等儿子500年 我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坐着 你以为我逼着你走 完全两码事 你误会了 我知道你当先爸爸 山路越来越陡 马匹已经不能继续向前 父子俩只能弃马徒步 来 手给爸爸 把手给爸爸 我去刷牌 有包包吗 有一点 不说话 有腰吗 不说话 每次要没用 没关系 它另一个强烈一点 不说话 爸爸可以说得了 我不想去了 我真的不想去了 你得要舒适了 坚持嘛 如果这次不去 以后我一辈子就去不了了 这么高的地方 为了你 我就是喝出老命都要去 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去 走 走 坚持 走 走一下休息一下 不行了 就在那边休息 走 他如果不说那两句话 我真的就放弃了 我就下来 我们以后就应该不会有这么艰难的经历了 我爸 因为我爸的身体受不了 所以说我争取这一次 你能不能坚持 还能不能 还可以 还可以 在坚持 走一走 于是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他显得这个 这个亲情当中这种珍贵 爸爸 曾经是杨童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和我爸没有什么交流 所以说他就和我是陌生人一样 他把我摄得很云南了 怎么打吧 你打不通 把工厂拿 把杨童更拿 我才失业了 罪咎轻声 叛逆逃选 只为获得家人的关注和呵护 父亲曾经是陈子运最亲密的敌人 我爸就是个骗子 就是个失败的男人 你转 别人说了 这个男主 打着来 全盘否定 怒吼叫嚣 只为在父子对抗中占据上风 谁欠你啊 男人间的角力 内心的汹涌 不自觉变成了背对背的拥抱 他们不曾失去爱的能力 但却忘了如何相处 有点像他们兄弟的感觉 有没有的感觉 啊 诶 哇 美女 哇厲害 好嗎 就感觉踏上了 征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座高山 家庭的这种天然之路 可能还超越了风景的很多东西 感谢我儿子 让我有这么一次 永远拿过来人生经历 其实一句温言细语 便能化解心结 一个简单的拥抱 就能大破僵局 后来发现 因为我爸在 我没有那么孤独可怜了 因为一个人子 真的我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 还是要有真真实实的时间 给出跟孩子在一起 并且更多一些耐心 回去以后可能就 还要比现在做得更好 以后还要像一家人 这样合合谱谱的生活 迟来的爱 就是迟来的爱 反正经历过这一次 我觉得我和我爸以后的相处方式会改变很多 关系会非常的好 风雨再大 情人永远是最温暖的怀抱 未来再远 情人始终会在你的身边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从小跟爷奶奶 在雪山下发扬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爸爸 大家 我觉得有所有的生活 如果欺负到我的话 我还会兄弟先 别人都说死产只有妈妈妈 我说死产没有妈妈会跟她 终于离开全部了 不用看到那么多饱餐的傻子 你傻个屁股 你傻子是什么 要一起去打电话 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该要满足 经过那些无助 我们学会在乎 学会珍惜从前 来自不易的幸福 稍后请收看变形戏